优教信仰是合理的信仰 大家好,我是大鸟 那今天我要仍然跟大家来讨论 关于基督徒和忧郁症的问题 那过去我们了解了什么叫做忧郁症 我们也了解了 我们要怎样子去学习帮助这样子的患者 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看一看 到底我们自己如果是忧郁症患者的话 我们有忧郁,有哀愁的心理的话 我们要怎样子来面对这些问题呢 我们要怎样子天天跟忧郁来相处呢 那首先第一件事情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是不是他让我们看到 第一,你可以写信给自己 你可以在这个日历上面 你可能你的忧郁是因为某个事件所引起的 比如在这一天发生了一场的车祸 然后你失去了你的挚爱的人 当你每一年来到这一天的时候 你的心就会陷入到深深的疼痛当中 深深的沮丧当中 就好像你回忆起那一天所发生的事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你就在这一天 这个日历上面 你就把一句上帝的应许的经文 写在哪里 就好像上帝他借着这一个经文 他寄了一封信给你 告诉你说 上帝依然是你的坚固保障 上帝他依然安慰这些忧伤的人 类似这样子 你可以有很多的这样子的经文 是不是真的 他还把上帝应许的这些经文 写成一张一张的纸 贴在他的家里面 当他面对到各样的攻击 或者这种忽孤起来 你不知道从哪里而来的这样子的沮丧的心情的时候 他马上就可以转头看到一个经文 从上帝的应许那里寻得帮助 那是不等自己 他也激励其他的人 也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生活 他讲你可以 比如讲诗篇138篇17节 我虽行在患难中 你必将我救活 或者诗篇73篇26节 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肠 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 等等这一类型的经文 那作为上帝的应许 你把它张贴在家里 把它记在你的这个日历上 或者写一封信来寄给你自己 你从这些经文当中 从上帝的话语当中 你可以得到帮助 那为什么这些应许的经文这么重要呢 因为上帝的应许 它会挑望实际的盼望 那应许它给我们什么实际的盘住呢 首先就是当你有这些应许的话的时候 那我们就好像在面对攻击的时候 面对这种沮丧的时候 我们还能够听到上帝的声音 我们可以听到他那刚强又温柔的话语 告诉我们在基督里面 我们有他的爱 我们有他的同在 我们有他的真理 所以我们就凭着信心 我们接受上帝给我们的应许 就好像当耶稣在旷野里面 他面对撒旦的攻击 撒旦的诱惑的时候 耶稣做什么 耶稣的回应就是经上记着说 当撒旦不断的想要挑战他的时候 耶稣就拿圣经的画出来 圣经的画出来 圣经的画出来 来对抗这个撒旦的攻击 当我们陷入在黑暗当中的时候 陷入在沮丧忧郁当中的时候 我们一样也是跑向那一个明明白白写下的上帝的应许当中 并且我们要跑到那一个写下应许者的那一位面前 也就是上帝自己面前 然后在上帝面前 我们就数算他的应许 数算他的恩典 而这样子就能够让我们在这种忧郁的攻击当中 我们更能够敏锐的听到那位保护我们 带领我们的这位牧羊人的声音 第三 我们要知道应许它不是一句空洞的话 它不只是一句话罢了 它是上帝的话 所以当我们接受这些应许的时候 我们就是在接受上帝的话 我们就是在接受上帝 我们可以从圣经当中去寻找一些案例 看一下这个大卫他是怎样面对他的犹豫的 约伯 以利亚他是怎样面对他的犹豫的 从这些案例里面成为我们的帮助 我们也借着恳求上帝的应许来帮助我们 我们要知道我们得到的帮助 不是从自己来的 相反的 我们可以学习这些圣经里面这些例子 在跟上帝的关系当中 但我们痛苦的时候就好像大卫一样 我们可以跟上帝来祷告来哭求 在痛苦的时候我们可以找到类似的这样子的应许 然后指着这个应许 然后跟上帝讲 上帝这个就是你的话 我恳求你的这样子的应许成全在我的情况底上 师不争自己他常常用来祷告的应许 是记载在诗篇103篇第13节 也就是说父亲要怎样连续他的儿女 耶和华也怎样来连续敬畏他的人 当我们在最困难最黑暗的时候 我们仍然可以向上帝喊主啊 就好像彼得在这一个风浪当中 他踏出去的时候 他就做了最短最短的一个祷告 就是主啊救我 就这四个字 当我们从这些应许看到回应的时候 我们就会满心有理由去感恩 去赞美这样子的一位神 并且当我们再次陷入到犹豫当中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再次回想 哦上一次我依靠这上帝的应许 怎样子战胜了这种魔鬼的声音 那我现在我还可以再一次来使用它 那应许是什么呢 我们要搞清楚 应许它不是魔法哦 应许不是讲你好像你讲了一句咒语 然后就突然间什么东西都变好了 应许不是这样子 应许比较像一个情书 它让你看到你能够逃到哪里去 它让你看到上帝他对你的爱 应许呢 它跟渴望不同 应许不是讲说 而我渴望上帝他帮助我 然后上帝的这样子的一个应许 不是 我们当然我们渴求上帝 我们热切的向上帝祷告我们所渴望的 但是我们所求的 跟上帝所应许的并不总是相同的 而且我们要知道 我们所依靠的是上帝的应许 这个应许它会带我们回到主耶稣基督里面 那除了这些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呢 我们可以做什么 圣经也有告诉我们一句话 就是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笑声是良药 那笑声它可以适用在当我们悲伤的时候 也适用在我们犹豫的时候 常常抱持着一个喜乐的心 那第二个呢 我们也要去安排一些安静的时间 平静的时间 那我们工作可能平常非常的忙碌 那可能我们需要多一点的休息 我们需要规律的来暂停我们的工作 那实不正它建议我们 你可以找机会来接触大自然 接触阳光 那这个是对忧郁症最好的治疗 而且忧郁症的患者呢 他的生活 比较应该要像是一个马拉松式的步伐 他不是白米充斥 如果白米充斥的话 他就需要长长的休息 不要尝试用最坏的方法来做最多事情 而是常常的有一些把它分成一小段一小段来完成 那药物呢 到底我们应不应该使用药物 有一些人就认为讲 我们不应该用药物 因为用药物的话 这个是没有信心的表现 那实不正否认这一点 他认为药物 它是一个有信心的智慧的行动 它不是没有信心的表现 为什么呢 就好像你不可能你整天跟上帝祷告 跟他祷告讲什么 求你吃我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然后你就祷告完之后 你就这样子什么都不做了 就等着食物从天上掉下来 就等着你的银行户口就慢慢的增加那个钱的数量 不可能的嘛 你会做什么 你一方面你跟上帝祷告讲 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 一方面你还是会出去工作 所以同样的 我们使用药物 我们知道药物 它当然不是完全的 如果我们用药物 我们离开了上帝 那这些药物 它没有 是毫无作用 但是药物 它的确起了一些帮助的作用 那施不正自己 它也是使用这些药物的 当然你可以到一个阶段 这症状比较轻的时候 你可以跟医生来商量 看下能不能够渐渐的来减轻 但是不是自己来做医生 自己来 直接就掐断这个药物 我就是要靠这信心来战胜 我就不需要吃药了 那有时候这种 只不过是一种盲目的信心 那施不正也认为 药物是不足够的 那我们还需要什么呢 可能我们也可以有一些 这些教目的辅导 教导 参加一些讲座 来更好的来理解 这个忧郁症 或者要怎样子 帮助到我们自己的忧郁 所以在对付我们的忧郁的时候 一方面 我们需要靠着上帝所创造的大自然 祂的这种普遍的恩典 靠着药物 等等的这样子的帮助 但是同时 我们也应该借着上帝 祂自己 祂的应许 并且我们向祂的祷告 以此来扩展一个更好的这样子的生活方式 从主那里来得到力量 那接下来要谈的问题 就是关于到自杀 因为有一些忧郁症的患者 他真的是会低潮到一个地步 他选择要结束他的生命的 那我们要怎样子看这样子的一个事件呢 首先我们要承认说 就算是最真实的基督徒 他也可能会经历忧郁和求死的 求死的 就好像以利亚一样 以利亚也求死啊 最真实的基督徒 他也可能做蠢事的 而对我们那些 挣扎于我们未曾经历过的苦难的人 我们在评断他们之前 我们要很谨慎 不要随随便便就讲他是不得救的 因为怀疑的基督徒 他并没有说他被上帝所离弃 就好像没有人会怀疑 以利亚是不得救的 没有人会怀疑 上帝是不爱以利亚的 所以上帝他没有离弃以利亚 这一个求死 有这样子自杀的想法的人 那他也不会离弃你 我们要知道 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 都是上帝的恩典 以利亚他自己不是天生强壮 所以他可能够跑那么久 跑那么多天 而是因为上帝给了他力量 他才能够 所以从上帝的力量离开他的时候呢 他并不比任何人强 他也是会面对求死的 这样子的念头 面对想要自杀的念头 当然我相信自杀 不是不可饶恕的罪 但是对那些选择自杀的人呢 他们自己 以及他们所爱的留下来 没有死的这些人 会承受很悲哀的后果 为什么呢 对自杀的人自己 他放弃了原本 他可以拥有的美好的未来 而且我们伤害了 那些爱我们的人 以及我们所爱的人 我们把我们自己交给了罪 但是你要知道 耶稣基督已经为罪而死 已经拯救我们脱离他了 所以我们应该要接受 耶稣基督的赦免 接受他的饶恕 回到他的面前 而那些 在世上存留下来的 我们所爱的人呢 他们会永远带着 这种记忆里面的 这种可怕的伤疤 甚至可能他们也会 忧郁到一种地步 他们也想要选择自杀 所以自杀 他不能够解决问题 我们只能够回到 那一个更大的故事 也就是主耶稣基督里面 在约翰邦阳的天路历程里面 在这个故事的最后的部分 你看到那个基督徒 当他要过 那个死亡河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事情 他只要过了这个死亡河 他就能够进入到天国 进入到圣城当中 但是当他踩入那一个河的时候 他就惊慌失措 因为他就不断的往下沉 往下沉 那这个时候呢 他旁边有一个 跟他一同奔跑这条天路的人 他就在基督徒的旁边 用手臂拉起他 然后举起双手 跟他讲 弟兄你不要害怕 我已经踩到河底了 那这一个 就是你现在所看到的这一幅画 事不整 他就用这样子的一个画面 来让我们看到 他讲 这个就是我们在试炼当中 在忧郁当中 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事情 他好像用他的手臂 环绕着我们 然后跟我们讲 你不要怕 虽然水很深 但是我已经踩到底了 所以弟兄姐妹 你可能你患有 这种 精神上面的这种疾病 陷入到忧郁当中 可能你看起来 未来非常的黑暗 事情非常的黑暗 你的心里非常的沉重 非常的忧伤 但是你知道 主耶稣基督 他仍然与你同在 他明白你 他认识你 他也要帮助你 因为上帝的应许 永远不改变 所以今天我们就完成了 整个这个忧郁症的讨论 如果你觉得这些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视频 以及前两个视频 转发给你的一些朋友 并且你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那你就不会错过将来的视频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